有没有每次吃饭 至少会拿六颗饭粒布施给众生 没有的请举手 重新教育 你吃饭 周身也要吃 鬼也要吃 放在脚下好不好 吃饭的时候 供养三包六到众生 父母祖先拿一点点在门口脚下 我吃他也吃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说我在吃饭 老妈妈不用管 不可能那个事情 如果你吃饭不管老妈妈 代表你没有孝顺 你吃饭不管众生 代表你没有菩提心 所以所谓的佛法 你不能用在学术而忘了 有这个对境修行 所以希望刚刚举手了 从今天开始吃饭要记得供养 供养三包 供养护法神 土地供养六到众生 供养父母祖先 如果你家有祖先排位 马上拿一点点饭菜小盘子 放在祖先那边 你不能说 不是初一十五拜吗 那你为什么不初一十五吃饭呢 所以 那意思是说各位应该每天做 初一十五你吃素 所以那天用素食来做 初一十五特别做功德 对不对 你连初一十五都不做了 那你平常怎么会做呢 所以各位要学 欧义大师 这些大法师 也有些虚映老法师 祖先排位都放在身上 随时意念的 如果一个人说 没问题了 那这个人讲了就骗人 因为他身上没有祖先的排位 没有意念的祖先 父母为首有情众 随时想的父母 然后以对待父母的方法来对待众生 所以要让我们时时刻刻 不离开四圣法界 六凡法界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 除了三共三保 护法三神 六道友情的排位 都为他们准备了丰富的供品 为他们来供养 也来下施 所以我们今天所八万载界 有没有跟十法界合为题 要时时刻刻如此 时时刻刻 这个叫点灯 这也叫点香 上供下施 供水 我们的生命就一直在上供 我们的头顶就是四圣 然后再来就是六道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离开 这种上供下施 整个生命 整个心态 整个生口意 都是如此